哈囉大家好我是慶子 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這一次呢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有最貴的鏡頭 跟比較便宜 平價的鏡頭 到底是高貴的鏡頭比較厲害呢 還是平價的鏡頭比較厲害呢 我們今天用同樣都是50焦段 來做一個大亂鬥 盲測測試 先介紹一下來賓好了 凱凱 嗨大家好我是凱凱 BOOS 哈囉 就那麼短 哈哈哈哈 好 Reven OK那我們今天就有三位挑戰選手 那就一樣分別用三顆鏡頭 來去做搭亂鬥下去測試盲測 那最後我們就來投票看看 看大家可不可以猜出來最貴的鏡頭 不是GM GO GO 對這樣 我們先回來了 也要快點 成功 就是 剛剛 說不可以 過 黃車 也有 這 我們 可以 好 好 好 所以你覺得剛剛那張是50GB 對 這有點難猜 真的有點難猜 認真說很難挑喔 很難挑 真的很難挑 真的很難分出來 真的很難挑 用力度他就用力度 對 力度 應該山陽會比較軟吧 因為我沒有 我還沒試過力度 對 這是一種 我覺得是一種感覺 屁啦 但其實我看一下 我先拍照好了 應該這張是50GB的 我覺得這應該是 因為 有一種我不知道 那種階調看起來比較順的感覺 這張應該也是 階調比較順 好 OK 因為你那時候拍完我有看一下 我大概有一點印象 那你不要爆雷 好 不爆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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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手氣的光圈你知道嗎 有 三陽的是怎樣 它的是比較便宜的還是什麼 最便宜的 CP是很高 然後最貴的是 最貴的是 50GM 好那我們剛剛這樣子盲測結束 結果發現 好像貴的鏡頭 沒有人猜得出來 反正是中價位的 就是最近新出的 對 三陽的50 1.4 2代 反正是最受大家喜歡的 那看來這樣 我等一下就把50GM賣掉 這是一種 我覺得是一種感覺 階調看起來比較順的感覺 50GM可以買兩顆三陽的鏡頭 以現在的行情價差不多是這樣 55 1.8是Sony最常情的鏡頭 就是一開始出來的鏡頭 對 性價比最高 對對對 其實我們自己也都很喜歡那一顆 又輕然後 山景也不錯 然後又好攜帶 畫質也不錯 所以貴不一定最好 對 貴不一定最好 對 這是一個迷思 對對對 結果盲測下來大家都 好 名牌也不用買了 食用比較好 食用比較好 對 食用比較好 對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那本次的影片就在這邊結束囉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那之後歡迎追蹤 凱開的IG 我都會留在幾下 對對對 也歡迎追蹤其他兩位攝影師的IG 這邊 對 OK 我是慶子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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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按燈 東西 這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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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 都… 這邊 1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